中的摇滚乐队哦,而是在国内新进上映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《黑宝》,其在北美市场超级受欢迎,听说场场爆满,甚至在影院出现了排队的场景,就观众的热情来看,也是近些年前见的现象,票房更是一路飘红,全球市场已近10亿美元票房,这还是中国内地上映前的数据, 到目前国内的票房已超3亿元,美国观众对它一致好评,NBA巨星詹黄在采访中这样评价《黑豹》,这是我看过的最伟大的电影之一,在当下的时间和地点,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之中,我认为它的上映时机非常完美,更有大导演诺兰给予极大好评, 黑豹有希望拿到201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宁,但是,受到现象极好评的黑豹,却在中国遭遇口碑滑铁卢,尽管票房势头猛进,在豆瓣的评分只有6.8分。 要知道黑豹在北美极万千宠爱于一身,烂番茄网占97%的好评率,NBA给出7.8的评分,如此反差是如何造成的呢? 这个猛,如詹黄所言,在这个时间点,及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之中,影片所表达的是不如辩驳的政治正确,如主角黑豹是黑人,隶属漫威英雄群中,黑人英雄也是绝无仅有的,第一将军是女黑人,最先进的科学家是黑人小姑娘。 当然,影片所讲述的国度瓦坎达本身就隐藏在非洲大陆,他所极力营造的,正是非洲风情的神秘国度。 这政治正确足够明显了吧,美国的黑人观众看了当然说电影好,白人观众也只能说好,不然一顶种族歧视的大帽子便扣上去了,以至于他早早提前预定了明年的奥斯卡。 我觉得亚洲观众才是最客观中立的首选,他故事老套,王子复仇的老梗,甚至有借鉴著名动画片狮子王的嫌疑,故事情绪有些混乱生硬,比如,既然是全球最先进的科技,而国王护卫队,却使着长矛这种冷兵器,从了远至,就只能进兵相接时才有威力,王位的获得居然靠最原始的比武。 这哪里配得上以科技为核心的文明王国,似动物般争夺交配权的设置,更惹人笑话啊,黑豹会成为复联中的一大成员,算上震惊加持,足可以秒杀钢铁侠了,看来新老超级英雄的更替迫在眉睫啊。 再者,漫威超级英雄电影,想来以火爆动作情景卖作,可此番动作系设计有失水准,特别是最后的终极大战,明显后进不足,缺乏创意,尤其是黑豹和金豹在轨道上恶斗那段,看得人尴尬,大佬对决,就给观众看这个。 更有王位轻而易举,必被一个外来者夺去,怎么看都很玩戏呢,还有被很多观众吐槽的影片开场太黑,做了半小时别说临坐是男是女,就是有没有人都不知道啊,可以的,黑豹够黑,有热心网友给出良好建议,说,打开该影片的正确方式,是选择一个采光好的影厅,至于,黑豹的亮点吗? 也是有的,非洲元素的加入就比较扬眼,服饰,节奏感极强的音乐,瓦坎达国场景,值得一提的是国王嘉缅一世那条山崖瀑布,可以说是奇观了,而作为反政治正确的部分中国观众,树打一星也是能够理解的,说来,黑豹也 对不起